另外在台东大牧世家裂果严重 非但不会影响食用 还因为口感好营养成分高 更适合个年龄层来使用 泰玛里的青龙 特别将危机转化为爱心 发起了义卖行动 将好吃的大牧世家 透过电商平台 分享给更多的消费者 让消费者在做公益之余 还能够吃到品质优良的世家 出现裂果的大牧世家 虽然目前卖价较为低迷 不过一群热心工艺的青龙们 将这样的危机 转化作为回馈社会的动力 发起了一次特别的义卖行动 我们现在在泰玛里 我们现在几个年轻人 大家都返乡 然后就聚在一起 我们组了一个产销班 泰玛里青龙 那我们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是农夫 除了是生产者 那我们也期许我们自己是土地的守护者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有一点小小的微薄的力量 可以回馈给社会 所以我们一直有在想说 我们种了这个世家 是友善的栽培 甚至都已经到没有农药残留的等级 都可以让很多人安心的来吃 那我们也是在思考说 这么营养的世家 那是不是也可以给可能小朋友 那或是给长辈 这种他可以比较对营养有需求的人 甚至说 现在在工作上努力的每一个人 那这个世家的营养密度非常非常的高 左手进行来计划说 开始联系社福团体 包含一些小朋友的机构 或是老人家长辈的机构 我们就愿意说 我们把这样子的国品 可以不止我们送出去 那也希望社会大众更多人 可以来用 付出一点小小的爱心 把它购买 那我们用意卖的方式 然后把这么营养好吃的水果送到需要他的人手上 这是我们期待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希望真的是还是农夫 我们青年农民真的还是对社会 还是有一些回馈 可以进行一些自己小小微薄的心理 虽然卖价暂时低迷 但是这群青农本着分享的心情 让大家在做公益之余 也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吃到健康无毒的好吃家 记者潘秋美台中中文报导